准备 随着音乐 自由地吃起来吧 这个饺子一看就好吃了 这个面 有点长寿面的也 那还有猪蹄 还有黄 参数的黄瓜了 这个叫南瓜 还有我们的青菜 先吃什么呢 先来一碗面吧 来一口面 没有细节哦 没看到那个蛋 这个蛋是那个 两个白天鹅吗 对 两个白天鹅形成了一个星 小心我摆它一眼 来了 哇 这个星很不错 来吧 今天 第一口 长寿面 白鸽 天鹅 穿梭 云 暖 嗯 嗯 嗯 好吃 好久没有吃面了 特别是晚上 晚上 说实话 真的是不能吃面 嗯 嗯 晚上真的不能吃面 就是容易 堆积热量 这个也 晚上不想吃 嗯 嗯 我看这是什么事 嗯 嗯 什么事 这叫 十锦 什么都有 然后 每个馅都不一样 啊真的 每个都不一样啊 它是全家福 全家福 不一定是每一个都不一样 它有很多种口味 嗯 再来个这个 嗯 诶 运气正好两个是一样吗 哈哈 把您开个这个 忙 在那边 这边这个盒 忙起来 嗯 这都吃了三个了啊 给我记住 最多不超过六个 这是新的 我觉得 这个心情舒畅 心情舒畅就 吃什么都会香 这条现在 对于很多事情看法 都会有全新的一个看法 要认识 跟 跟我 这个昨天是还真的是有很大差别 你比如说 我就会去想 这个猪蹄 我是吃它的哪里 会更加的 增加 呃 胶原蛋白 而不增加 脂肪 那你就会去想啊 它哪个地方活动的比较 多一些 那么它的胶原蛋白就会 就会 活跃 那活跃你就可以吃它 而它的脂肪就会少 你看一下那个牛的 牛背 背上的那个肉就 脂肪就少了 是吧 牛肚子上的肉脂肪就很多 它肚子不这么多 对你看这个 而且我只吃它的皮 我那个哎呀 炸皮 这个皮是很好吃的 跳跳是最选吃皮的 每次我家里 一条鱼上来 我先把它把皮给它 妈妈我要吃皮 我就好 我就把这个皮给它弄下来 味道嘴里 然后我们剩下的 看着这个鱼就 觉得它是一条鱼 但是它没皮 又不像鱼 我以前最好的地方都是我吃的 现在最好的地方已经没有了 只是最后只剩下一个头和尾巴 和那个就你知道那个被鱼骨的那个中间的 一咬下去就很多次的地方 所以我现在 哦 我之前容易被鱼吃卡卡了 可能就这意思 你那个原因 然后 这个还有点辣 有点小辣的感觉 然后在这个时候呢 就还是再可以吃一口面 这个面是还是好吃的 一般在这种情况下 就已经会有人阻止我了 因为现在拍摄都没有人阻止 今天吃了这么多 我相信大家还是会对这个 我的晚餐有一个全新的认识 你觉得其实我还是不太健康的 其实没有 大家觉得吃面那些都很健康 只要不是吃那种煎炸 那种很多自然的 是不是 很多那种油的 现在是第四个 我记得很清楚 最后要提到 接下来 要放到这首 累了 它叫我们懂得放手 就像我现在 懂得放弃放手 不要再吃了 哈哈哈哈 好险 好险没有做吃播了 我发现 现在有点雌虫 好像是因为 最近 把所有的话都放在生日那天全说完了 一天做个采访 都以为一个小时之内真的做完了 做了两个半小时 都可以开一场演唱会了 最后一个 我把它吃掉 就说明我们今天圆满的成功了 而我今天的晚饭就刚好 刚刚开始 哈哈哈哈 就是因为我发现 你一根青菜都没吃啊 没有吃青菜吗 没有吃青菜啊 哦 菜鲜 青菜肯定嘛 青菜是主菜啊 青菜是主菜 主菜忘了最后吃 主食嘛 嗯 青菜它好吃在哪呢 它吃了之后啊 身体就很好 很好 我觉得还有很多有蒜的味道啊 再拿蒜的味道 我可能会把其他的加密给熏到 可以了再吃一根蒜 今天吃播到这里就 告一个段落了 刚好几首歌都播完了 我是从白鲁天洋开始播的 所以播到了次来 最后已经累了 结束 现在还在bridge的时候 看我们再感受一下这个音乐 没对好口心 我们来拍个mv啊 拍了吃饭 你不了解我爱吃的模样 也流出口水 IF 我 wiel还在里面先进来 你不懂得带他 我会擅长的我爱吃你 你不懂得带我爱吃的模样 你不了解我爱吃的模样